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完成Intel 13代i5-13600K测试 也正把借来的东西从测试架拆下来准备还给林董 但就在这时刻 有观众告诉我说 他在PTT上看到有人在测试Intel 13代i7-13700K的CPU顶盖平整度 最扯的是连没扣上CPU扣具 放上信用卡测量 也是凹陷不平整 然后扣上后更是前途一片光明 真的太扯了 我手上这一颗i5-13600K在Z790主机板 怎么测试 CPU顶盖也都是平整没有问题 可惜啊 目前我也找不到i7-13700K可以再来测试看看 所以我决定用最不影响我规环主机板和CPU的方法时间 再把i5-13600K装到上次把i7-12700K 压弯变形的Z690主机板上 再测试看看能否在上次设计有问题的Z690 CPU扣具 能不能再把i5-13600K的CPU顶盖大力压弯和变形 首先是在Z790的CPU扣具型号是Rotus制作的23820A 而在Z690上的扣具一样是Rotus制作 但型号是完全不同的 13-020A在两者整体外形比较 其实差异性并不大 所以我个人觉得有问题的地方 应该是在13代的顶盖厚度或硬度有补强过了 不然在Z790主机板更强CPU扣具压力下也没有变形问题 但拆归拆我们还是实际上机安装测试看看 而我的Z690主机板CPU扣具是使用上次介绍过的利民LGA1700BCF 这一阵子使用上也没有遇过什么标高温问题 那就先把它拆下来改换回原厂的CPU扣具 并且也不再加华氏电片 拆下来后这4颗螺丝要收好 免得掉了就锁不回去无法测试了 而这螺丝锁的力道也只要有紧就好 千万别大力出击机狂转到华雅 好完成 把CPU拿起来替换我们这次的主角 Intel 13代 i5-13600K 嗯...没错 这按压力道和Z790比较起来 真的是轻松太多了 大约在最后扣上只要出60% 就能完全扣好简单太多了 在压上扣好简我们一样先看一下这支压杆有何差异 而在两者相互比较厚 真的是Z790的压杆折角度比较多 也弯曲许多 接下来马上测试一下 被Z690 CPU扣压上的i5-13600K顶盖平整度 我们一样先从后面开始测量 OK 完美平整 没有漏光现象 再来是中间部位 也没有问题 那最后就是前面部位 也是没有漏光出现压弯变形问题 所以在这前后两代Z主机版测试后 我真的觉得Intel把13代的CPU顶盖硬度或是厚度不强了 连着上一代Z690主机版压弯变形问题也都消失了 所以如果你是使用i5-13600K装机使用者 那就放心大胆扣上原厂CPU扣去使用吧 至于有关i7-13700K压弯变形问题 我尽量想办法找人去借看看再测试给大家看问题点在哪里 那接下来顺便来测试一下13代i5-13600K 改换装到Z690主机版和DDR4记忆体的效能表现 在DDR4记忆体是使用频率3600 CL18 16GB 两支双套组 CPU散热器M.R2 SSD和显示卡都是使用Z790一样的设备 只有主机版和记忆体是不同而已 好安装完成快来开机测试吧 目前测试的试捏温度为26度的台湾冬天 比上次测Z790又再高了两度 希望不会对Z690带来太大的影响 而在Z690主机版的BIOS设定全部使用自动超频 再开启XMP记忆体超频功能设定为3600 CL18 首先是在IDA64单烧FPU测试 真的又看到机家主机版的特性 走安全稳定使用为主 此时CPU的温度只有87度左右 Package功耗大约在160W上下 CPU电压在1.19V 大核可以在5G 小核也能稳定在3.9G 这种使用Intel原厂对i5-13600K预测标准设定值 用240一体式水冷散热器也能把i5-13600K压得蛮凉快的 真是不可思议的表现啊 而且连在R23的渲染测试也是一样的温度结果 所以如果你是把i5-13600K用在工作上重度使用者 可以尝试把CPU电压调到预设标准值 你就可以把360水冷散热器的钱都省下来 真是值得你一试啊 而最后R23的得分 多核为23646 单核为1996 几乎是和Z690加DDR5是一样效能 也在核里误差范围子里 看样子大家为了让13代U表现更狂妄一点 都把CPU电压调高了不少 来多炸出一点效能来 但这样搞反而是苦了我们这些消费者 让我们又多花钱买了更多散热设备不是吗 接下来是游戏测试部分 在3D Mark 305的得分有2098 感觉用Z690和DDR4记忆体 是真的有点拖略到i5-13600K的性能表现 前后测试又能再差了1800多分 而在游戏画面帧数比较 同样在使用RX6900 XT16GB 1080P画质开最高 Z790配DDR5和Z690配DDR4的画面帧数落差 还是Z790配上DDR5会再更高一点 大约会有25-50帧内的落差 也真的和其他YouTuber测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 如果你组装13代游戏机 真的可以考虑上到Z790加DDR5记忆体 能够多赚几帧画质效能出来用 但决定权还是在于你的钱包预算上 就看个人取舍了 看到这里千万别急的关掉影片 我们还有重要的一件事要做 也请先帮忙我订阅分享和开启小铃铛 接下来我们再把电脑零组件都拆下来 来看看测试一轮过后的i5-13600K有没有被压弯变形 好!全部清理完成!快来测试这i5-13600K的顶盖平整度 一样和先前测试的方式都是从后面到前面部位来 嗯...OK!没有问题完美平整 再来是中间部位也是没有露光现象 最后是前面部位...好的!也没有问题 目前在不同主机板上测到的i5-13600K顶盖 都是平整无露光被压弯变形的问题 哎呀等等哦!别又急的关掉影片啊! 我们再来换新用卡测试CPU顶盖平整度看看 测试方法和位置都适合先前相同部位方式 嗯...怎样?你们觉得这有露光压弯变形的问题吗? 老实说我觉得用新用卡来测量真的是太薄也太软 只要大力压紧一点 新用卡就会有弯折变形问题 也让光线很容易有空隙透色出来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测量时 能拿有硬度一点的测试工具 如果都找不到也是可以用铁纸来测量用 硬度也够也不会受弯折变形影响而露光 但在最后我必须再次声明 这是我测试13代i5-13600K得到的结果 并不能表示13代i7-13700K和i9-13900K 都是一样的CPU顶盖平整没有被压弯变形问题 这两颗要等到我接到测试后我才能下定论 如果你手上刚好是使用i7-13700K或i9-13900K的电脑主机 都欢迎测试一下你压上扣具后使用一阵子的CPU顶盖 有没有被压弯变形的问题出现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要讨论分享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一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